今天是8月的第一天 有好多政策上路 而且是攸關你我的荷包 我們要帶您來做關注了 好 首先我們來看到 這個是全國性的一個政策 就是減速政策 從今天開始 八大場所都不可以使用 PLA免洗餐具 那這八大場所就包括 像是公部門 私立學校 還有公立學校 百貨公司 購物中心 連鎖超商 超市等等 這一些呢 都不可以使用PLA 那這個PLA免洗餐具 比較常見於 像是素食店的免洗餐具 或者是超商微波食品的容器 今天開始通通不能用了 那除此之外 台北市環保局也宣布 從八月中旬開始 乱丟垃圾 罰環要提高了 從一千二提高到三千六 最重可以來到六千塊 而且是可以連續罰的 再來就是針對 青年安心成家房貸 推出了新的版本 只要是十八歲以上 夫妻還有這個未成年子女 名下都沒有自由住宅 然後也沒有申請過相關的專案 最高的貸款額度 過去是八百萬 現在提高到一千萬 貸款年限也從三十年 放寬到四十年 那這個寬限期呢 三年到五年 好 那這個最低的利率呢 百分之一點七七五 這應該算是現在 我們砍到坊間市面上 最優惠的房貸專案 另外攸關國人身心健康的部分 也有新的政策喔 確診者本來機關署是建議你 自主健康管理要十天 現在縮短為五天了 另外針對十五到三十歲的民眾 可以提供一次 三次 一年三次免費的心理諮商 希望心裡有一些困擾的民眾喔 不要把這些心事悶在心裡 可以去勇於求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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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